9月9号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在平壤会见了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栗战书首先转达习近平对金正恩的亲切问候并转交亲属函 习近平在亲属函中指出 朝鲜建国70年以来 在今日成同志 金正日同志和委员长同志坚强领导下 朝鲜党和人民奋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取得了不平凡的成就 当前委员长同志正带领朝鲜党和人民 全面贯彻落实新战略路线 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习近平强调 维护好 巩固好 发展好中朝关系 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今年以来 委员长同志同我先后三次会晤 先开了中朝关系发展新篇章 我愿同委员长同志一道 加强对中朝关系规划指引 落实好双方共识 推动中朝关系更快发展 栗战书表示 朝鲜建国七十周年 是朝鲜党 国家和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派我作为特别代表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 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 栗战书强调 今年对于中朝关系具有特殊重要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委员长三次会晤 推动和引领中朝关系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希望通过此访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同委员长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 加强双方高层战略沟通 开展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 共创中朝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关于半岛形势 栗战书说 中方始终坚持半岛无核化目标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我们高度评价朝方所做的积极努力 希望朝美落实首脑会晤共识 维护和平对话的大势 中方愿继续同有关各方一道 为政治解决半岛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金正恩对习近平致亲属涵表示感谢 并请栗战书转达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金正恩说 您作为总书记同志的特别代表来访 体现了总书记同志和中国党政府人民的友好情意 给我们的建国70周年庆祝活动增光天才 朝鲜人民深受感动和鼓舞 金正恩表示 我今年同总书记同志三次会晤 令我亲身感受朝中传统友谊的温暖 这的确是朝中老一辈领导人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我和朝鲜党政府都将坚定传承和发扬朝中友谊 当前朝正在实施的战略路线 集中经历发展经济 希望学习中方发展经济的经验 进一步拓展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 共同推进各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朝方坚持朝美首脑新加坡会晤共识 并为此采取了措施 希望美方采取相应行动 共同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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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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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